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如果你们家有古董或者是珠宝 玉器 欢迎各位都可以跟我们制作单位来联络 我相信电视机前面很多观众朋友们 搞不好你们也有收藏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甚至也有人收藏其实 还有钱币纸钞 欢迎各位观众可以跟我们联络 那麻烦各位拍张照片 然后寄到我们上面的地址 梦想街57号收 然后我们制作单位在收到您的信件之后 会马上跟各位来联络 或者你们可以直接到那个 梦想街57号的Facebook 跟我们来联络 那我们制作单位会马上邀请所有的 全台湾最专业的鉴定师 帮各位来鉴定 今天我们也来了这个石先生 石先生听说您最近 要跟朋友买了一批 一品或者是古董或者是玉石 全部家财听说您要花多少钱要跟他买 预算差不多两百万左右 好来我们首先先看一件 这个第一件是这个金丝楠木的观音雕像 石先生那个你的朋友 有跟你讲这个是金丝楠木 有说这样 我就看他就这样起来又有 又有稍微有 我就看他那个观音 没错的看 所以说这老来做纪念也没错的 他有没有说他那时候怎么会有 这个金丝楠木的观音雕像 他有说朋友 跟他说来给他收拾车 跟他说没钱都拿这个来给他 他现在要赚现金 所以他就要赚给你 对 那时候赚小是赚多少 赚… 那时候赚给你八万块 他现在要赚你赚多少 现在 也是赚你八万块吗 现在我是用整个的 差不多应该是二、三十万 这样这个卡洞 如果他是金丝楠木的话 应该价格很高吧 如果是金丝楠 其实不要说这么大地 金丝楠木也属于硬木 像黄洋科这种之类的 它的生长其实这也很慢 也很慢的...这很慢 这支应该是... 因为台湾... 你这应该是手头条 这应该是辣椒 辣椒 对 应该不是 因为台湾没有金丝楠木 这个树种 第二你看看 它的生长的年龙 那一年就这么大了 辣椒啦 金丝楠木 说这个 假如说到这里十年 金丝楠木十年 大概就一点点而已 就这样而已 你看它这个十年 就这么大了 它十年就可以长这么大了 其实正面看得出来 这个地方官阴的地方 有看得出它的年轮出来 好 来 我们来评估一下 这个金丝楠木的一个官阴雕像 那我们石先生呢 评估它是价值30万 来 我们请这个PA 帮我们评估一下 目前市场上参考价值多少 请建叫 9万 OK啊 他的朋友 他的朋友讲说8万块 应该也没有 我跟他老杰人过 只是要卖他30万 因为第一 它不是金丝楠木 我有找一个金丝楠木版 这件作品 是个老东西 很贵 这是个... 这个在历史博物馆 有展览过的一个 它真的金丝楠木 你注意看 它的纹路上是这样 有黄色的线条 细细细细细的 它生长就不容易 所以它的很密 很密...很密集 非常的密集 所以它有那个黄色的线条 在那个木的纹理上 所以呢 它称之为金丝 金丝楠木的 由来就这样而来的 那这樹 就跟... 以我们的经验 金丝楠木 比較少 这种樹种比较少 但是因为它也不是 那么容易成材 所以呢 黄洋会偏... 黄洋木会比较多啦 黄洋 我们看过 你看底就知道 这个有年代 它底下有... 从底就可以看得出 它... 它是一个年代的 清代 一个台座 这间不是... 或许用这个观音 它的刻的还蛮有创意的 就是它根部 看起来像一个延矩 一样的一个观音 做在这个地方 对 这刻也有一个 创作的那个... 但是它这也是漂流木 它这也没有... 它这个地方是有受伤 很多地方有裂 但是因为它很自然的崩化 但是我觉得它还是有 它那个装饰性 好 来 这件呢 是价值9万 那那个石先生讲说 一批东西呢 总共是要买200万 看起来距离很大 好 待会呢 还有那个预料 另外呢 我们再看一下 同样也是漂流木的 这一个 这个说法是印尼的成年木 然后呢 是朋友的父亲送给他的 对... 这不是漂流木吗 这应该也是吧 这是漂流木 也是树根的地方 树根 石先生 应该不是漂流木 应该是倒雞 就是说倒雞 倒雞 那个死掉的再... 再捡起来做加工的 石先生 你怎么会愿意花200万 买这些啊 看了好啊 咬鱼啊 这下面这起来 很香的 有点 很香的香 像我们那个庭院的 台乡 所以你在怀疑是不是 沉香是不是 等一下我跟你讲 什么原因 好 来 那个... 这应该是一个树根啦 对 皮尔可以顾价吗 可以 但是他... 这个是... 你说什么 你买多少 不说 他要买你多少 八十万 八十万啊 这个... 好 好 我们来评估一下啦 这一个... 应该怎么讲 这是印尼的神木 老九龄 外人我来做 外人我来做 你来做吧 老九龄来 我们来评估一下 节目开始做到今晚 好 老九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 千年的... 印尼的神木 的树根 这... 目前 您自己估是估80万 目前市场上的参考价是多少 要请建 5万块 来 我跟各位解释为什么 因为其实这个只是一个艺品 一个屏风的装饰 那它的木头也是南木 那为什么会有香香的 你们知道原因吗 为什么 因为我常常 就是人家请我去看沉香 那这个沉香 其实它没有节油 可是它很香耶 为什么 滴油下去 他把它弄油 然后让你闻那个味道 真的好香 其实那个是加工的油 你朋友... 刚刚那个罗老师加个... 对... 你朋友现在... 他这收这收多久了 这已经... 我知道了 就已经十多年 之前去抓住了 十多年的时候 你那时候蘋果的味道 到现在又有那种味道 對... 而且我有看 短这个年代 应该是差不多... 光复以后 到这个名字 日据时代之后的 因为这个年代 应该有四五十年以上 这个时间应该有 这个形式主人形 但它取掉一些 細部的根以外 那反过来 变成一个屏风 因为以前的人 日据时代的老房子 他们都是门径 一径二径 一个迂迴 转折 他就做屏风 对 好 到目前为止的话 现在是五万再加 那个刚刚那是多少 九万 九万 十四万 还差多少 好 差这个 你后面还要再沽吗 希望是那一块 那一块如果是意思 不得了 好 来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个 就是这边有一块很大的 其实也类似于屏风类的 那个玉石 我们接下来请那个李总呢 出来帮大家来这个估价 这也是他要卖的是不是 对... 那个朋友这一块 是从哪里来的 这很简单看 这就是花蓮的大理石 豐田玉 不是豐田玉 不是豐田玉 他这是在产的樓下来 在那个木瓜家的产樓 那旁边樓 真的假的 我没有亲眼看到的 但是他是跟我说 在那个地方樓 他老伯 又帮你牵到一个问题 他不是台湾的东西 要怎么 我感觉你这个朋友的可信度 可能有一个 我再帮你牵到一个问题 他樓下就是这样了吗 不 樓下啦 他自己又去拿 不可能樓下就是这样啦 他自己又去产樓 那我们来看一下啦 不然我只是说 那桌子要标批 他有再去处理 还是樓下就这样了 我没有了解他喔 你敢问一下... 好 来 故事实外 这个到底是什么 待会请那个李总告诉我们 到底是不是花莲的那个丰田域 如果按照他的讲法的话 应该是从花莲的地底下挖出来了 要嘛就是大里 知道我们的丰田域 要不然就是玫瑰石啦 好 我来评估一下 这个丰田域呢 目前市场上的参考价值 多少请建 1万 第一个呢 这不是台湾的东西 第二个 它也不是丰田域 这个东西就是像倩学哥讲的 这个是一品 这是中国大陆做的一品 但是它的台座 是在台湾做过的 而且是密集版 这块石头呢 它有抛过光 但是抛得没有很亮 它上了漆 很明显漆在上面 所以我刚才 其实刚才我以为是 你爸爸在田里头挖的 我刚才跟制作单位说 这不是啊 他爸爸可能会骗他 结果发现不是 是你跟人家买的 他爸爸挖的 所以不好意思 这是个故事 他告诉你故事是这样 他爸爸挖到的 所以不是呢 你这个... 李总 你告诉大家 这个到底是什么 这银石啊 这是银石喔 对 银石 银石是什么 银石是一种他们做牙膏的原料 那个石先生 我觉得他还有另外一个架子 那个李总可能没有看得到 我把它翻过来给各位看 像什么是不是 那很简单 你回去用这个松香水 上面一漆 你就会发现它 那个颜色它会掉 它就不亮了 那是油漆在上面 这个卖给大陆人很适合 这是中国大陆的地图 有没有看到 这个有没有多增加一万块 没有 没有啊 好几亿啊 你也有没有 有啦 对不对 卖东西其实呢 要会讲故事 你现在乍看 好像台湾狱对不对 你看台湾在哪里 台湾在这边啊 有没有 后面比前面重要 有没有 有没有 这边整个大陆的地图有没有 有有有 有没有 谢谢跟你这样快 那好几亿了 那好几亿了 不过我要跟大哥讲一下 这个其实很多人 他们叫冷翡翠 你去中国他们叫 我买翡翠翠翠翠翠翠 我比翡翠还冰喔 又冷喔 所以叫冷翡翠 其实它是一种 饮食的俗称好不好 所以不要被骗了 我想你的朋友 可能没有要骗你 可能他自己不懂 或是真的是 他爸爸留下来给他说 这个是哪里田里头挖出来的 看他整个抛光制作的手法 其实不像是家里自己做 这是工厂做的 好 来 接下来呢 还有一样东西 这全部都是200万 那目前为止的话是多少 这四件加起来200万 对 他本来是要买四件 要200万 其中所有的寄望 应该在我手上这两块了 藍宝石 给各位看一下 你那时候他跟你讲 这是多少 这是从哪里来 也是从后院挖的吗 没有 那这个是这个修理车 他说他朋友就连这两块 一起送他 又是修车费喔 对... 好 来 我们来评估一下 这两颗呢 蓝色的那个透明度 非常好的一个矿石 到底是不是矿石 我也不知道 那请李总能帮我们评估一下 那石先生呢 自己评估呢 他价值大约是在六七万 目前市场上的参考价是多少 请建价 500 玻璃 玻璃 真的是玻璃啊 真的是玻璃 那为什么上面 它这个是纹路啊 这是什么纹路 我们知道其实玻璃呢 有天然的玻璃 也有所谓人造的玻璃 那玻璃其实很常见的 就是尽管是天然的玻璃 什么叫天然的玻璃呢 火山喷发的时候 它那个岩浆瞬间凝结 碰到地上的细 它会变成玻璃 所以我们常常说 这个什么捷克陨石 是这个捷克的绿色的玻璃 那大陆的陨石呢 跟泰国的陨石 就是黑石的玻璃 有一种在菲律宾 确实它们的火山喷发出来 然后跟地上的细结合呢 变成蓝色的玻璃 所以这是天然的火山玻璃 我建议你不要磨了啦 他好像有点无奈 我跟你说喔 他把我抢走了 你回去跟那个老板说 这两颗送给你啦 你从花蓮这么远 带来我们节目上 我们还花了两个小时 帮你鉴定出来是玻璃 你就不要还它了好不好 好 这些东西的话呢 可能要稍微再仔细看一下 先非常感谢这个石先生 谢谢你 谢谢 好 首先呢 我们赶快来换一下 来自台北的石先生 你好 好 来 这边 石头... 你好 好 来 石先生呢 您本身是从事什么工作的 做面包业 面包业 对 听说而且是做得还蛮大的 对不对 没有啦 我做武器的 做武器的 什么叫做武器的 大批发 他是大批发商 也就是说呢 很多很多的面包店 所有的面包呢 都是来自于他的工厂 然后他的工厂生产出来以后呢 就批发给所有的下游的小店 店面 然后就开始卖这样子 听说生意做得很大 对不对 没有啦 还好 有啦 我们的那个企划人员 跟你联络的时候 你都很不好意思的跟他讲 听起来做得还蛮不错的 没有 做久了而已 好 来 我首先呢 那时候手上拿了这一把壶呢 你能不能告诉所有的 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它是什么壶 品名我不懂 但是那时候我是差不多 快三十五六年前的时候 在一个机会巧合 然后看到这个 然后我就跟我朋友 他就割爱给我啦 他割爱给我啦 但是... 谁割爱给你的 我一个朋友给我的 我拿好 但是因为 那时候也不懂说什么名壶 那时候觉得这个壶看得不错 就这样子而已啊 这个1988年 我拿过一把跟你一样的壶 真的 那时候人家开50万 一把壶就50万 那时候制作单位 传这个照片给我 我一看我很兴奋 我说这把壶我摸过 对 我那个时候那个朋友姓廖 那因为跟人家有一个 有点债务的问题 他就拿这把壶来问我说 陈老师 你看一下这把壶 50万我可不可以收下来 可是我当初跟他说 不要啦 你买红印好了 结果他现在会不会恨我 你知道吗 我们制作单位 其实收到很多的信件裡面 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 对 他们寄了很多的名壶过来 全部都是名壶 制壶大师 然后我们把照片 一一给那个慈老师看 您是在那个十几个 观众朋友裡面唯一中选的 其他的一看的话呢 慈老师都说 这应该是假的 美根 然后但是唯独呢 只有詩先生的东西呢 那个慈老师看了以后说 赶快把他邀请过来 为什么赶快把他邀请过来 除了刚刚看到了这一个 上面写的顾景周的名字之外呢 另外呢 麻烦那个慈老师帮我们看一下 我们今天看到这把壶 我很兴奋是因为 当我看到照片的时候 我说 这不是我那个八八年摸过那把 我就非常的兴奋 然后就跟制作单位说 赶快...去选这个 因为我知道制作单位 挑了有四五组这样的照片 那这里面呢 顾景周在95年 我在台大查医师演讲的时候 碰过一个宋先生 他说他是顾景周的干儿子 我说买糊要买到变干儿子 我说是怎么回事 他说顾景周因为有气喘病 他要送那个... 我们叫扇手 扇手就是氧气筒 他还故意拿去给他 那他还拿一张照片给我看 然后我就说 那你跟顾景周这么好 那96年呢 顾景周那时候就... 因为就往生了 对 那时候台湾这些收藏家 对顾景周有很多怀念等等 那其实顾景周这个人非常好 因为他文笔也非常有 非常好 文笔 而且他的糊呢 为什么市场会这么受欢迎 由他的原因所在 我讲一个例子 就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呢 台湾的一家拍卖公司呢 拍出了顾景周的一把糊 那个施先生 来 你看 你今天要买火锅 我跟你讲 今天就靠这个 你今天就靠他了 我不骗你 来 我们看一下顾景周的提壁湖 这个提壁湖呢在... 就在上个礼拜呢 台北的这个龙宝轩的春拍里面呢 后来呢 起拍价呢是683万 结果后来成交价格呢 是将近快要到900万 连同佣金的话呢 这把湖的一个价格呢 是1038.4万 一把湖1000多万 刚刚一个 刚刚慈老师你刚讲说 你几年前是50万 1988年 怎么可能 1988年到现在的话 他比鑽石 比那个翡翠的涨幅的 还要来得惊人啊 顾景周的作品 其实在现在的 中国的拍卖里面 曾经有到2000多万的 有到1亿的 就是讲人民币啊 2000多万 对 这一组 所以你说我这1000多万的话 你那个小咖 小咖小咖 小咖小咖 这一组拍了 这个就我刚刚讲佳德 这个在... 这天啊 这个含佣金是1.45亿 这个拍卖的 佳德的这个 台北办事处的主任 找了一个北京的人 来到台湾找我问 说谁手上有这些东西 那其实呢 他们功课做得很足 从北到中到南 台湾有名的收藏家 全部都拜访过 所以这个东西 即便是很堂庚 也就是说你要买一个这么... 这个价格这么贵 其实中国那边 他会花这个钱 他一定是把功课做足的 好 那刚刚有特别讲到 就是在大陆的话 它的一个拍卖市场上面 曾经看过一组壶 它这个是一组 一整组的 这一整组的话呢 拍的价格是多少 1.2875 台币大概1.45亿 1.45亿 那台湾呢 在上个礼拜呢 拍的这一个价钱的话呢 是1,038万台币寒佣金 齐老师说秀啦 我现在要好好来问一下 来 我们那个电话连线 台北这个龙宝轩的总经理 我们的佩宇老师 来 佩宇老师 你在线上吗 我在线上 清雪好 大家好 我先问一下 这一次的顾景州的一个拍卖 这一把这个顾景州的提币壶 后来拍的价钱呢 是1,038万 是含佣金 方便透露是被哪一个买家买走吗 是上海那边的买家 是中国大陆的买家 对 那他是专程来买这一把壶的是不是 对 这一次在你们的拍卖会场上面 出现过几把顾景州的壶 我们这一次的拍场上面有三支 那卖的最高价的是这支提壁壶 因为这支提壁壶 也是顾景州很重要的一个气体 那这三把壶全部都是拍出吗 对 因为很重要的是 今年所谓的顾景州百岁民干嘛 也是顾景州年 那像中国大陆 像今年都已经为顾景州 开拍顾景州算了 所以顾景州的这个壶 今年在中国大陆会非常非常的热 所以大陆人会来台湾买顾景州的壶 其实一点都不意外 齐老师 这把壶的话 据说有可能是被大陆的买家买走 1038万 其实如果 如果按照他这样子讲的话 他搞不好捡到便宜吗 捡肉 因为在 我们现在在台湾的文物 跟大陆的文物 其实用人民币跟台币来算 对 就是说台湾多少钱 那边就应该是乘以人民币币值 佩宇老师 有时候应该有在看我们节目 佩宇老师那个 麻烦您看一下 这把壶 那个施先生 有没有考虑要给佩宇老师拍 送拍 送拍 直接一千多万把它拍掉好不好 好啊 一千多万 要是我的话 我要收了一把壶的话 一千多万 我连夜赶快把它卖掉了 我告诉你 来 我请茨老师 好好帮我们仔细来看一下 好 来 那茨老师呢 要仔细的帮我们看一下 而且他要对一下 对一下就是 你刚刚讲说这个是 对 这个款 款 我们要先对一下这个款 我想对这个之前 先给大家看几个图 很有趣的 因为中国的湖里面呢 刚刚也讲 有一个观念叫做魔箭化 魔子的魔 一箭 两箭 一箭 也就是说我的老师做什么 我的徒弟也跟得做 好 那我们来看看这一副 这一副叫黄玉玲 黄玉玲是谁呢 这位先生呢 是在清末的一个 好像 很 你看 一模一样 对不对 他名字叫做 素生扁圆湖 对 那这个湖呢 他黄玉玲的作品 曾经被清宫 就是我们的故宫 北京国收藏过 而且他当时跟一个很有名 叫吴大臣设计过湖 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清朝的 那顾景的时候 最喜欢黄玉玲 顾景州的文章里面 特别提到说 他这辈子最希望看到的湖 最喜欢的就是黄玉玲的湖 那接着黄玉玲呢 在1920年 你看 又出了一把 这叫扁戳球湖 觉得奇怪 湖都长得很像 为什么名字不一样 学问就来了 那个是陈寿箴 陈寿箴 陈寿箴是谁呢 陈寿箴是在1915年 他的作品曾经参加过巴拿马 这个一个博览会得奖 那中国人里面是第一个 陈寿箴 这个作品是 他在82岁时候 后面有落一个款 那陈寿箴的湖 你会发现说 怎么跟这湖也很像 爆到 然后呢 他顾景州在1985年 也做了一把湖 这个湖呢 这个湖跟这个湖有点不一样 是这个地方 把这个地方 可是呢 他全部跟... 糟糕 你的把没有耶 没有尾巴 没有 说不定是他另外一把 所以他很像陈寿箴的 有沒有 你这把很像陈寿箴的 那这把湖叫黄骨湖 骨 骨 其实这个骨就是骨时候的骨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三件 看出一个端倪来 就是说湖的世界很奥妙 同一个湖形 你看 历经了一百多年 名称不一样 形字很像 对 好 来 那个有意思 施先生搞不好有机会 收藏到这个顾景州的湖 我能不能问你 当时是怎么样 因缘机会下有这把湖的 没有 那时候是因为我喝茶嘛 喝茶的关系 那就是我朋友有这些茶湖 他拿给我看 我想说这看起来还不错 那我就莫名其他收藏了 你朋友那时候从来说 不是来泡的 他有没有跟你说 这把湖从哪里来 那时候不是 因为那是他有 好像有一些集团 他从一新买 你知道 到仓库里面去清 那清好了以后 他就选一些比较好的 然后到台湾来卖 好 来 施先生您估现在多少钱 我说六万块 六万块啊 我们刚刚已经跟你讲到一千多万 你还要估六万块 你这么客气啊 没有 那时候我是想说 你估个六十万 六百万 其实说实在的都不唯一 不是 因为我们是外行人 我们也不懂他是真的来假的 但是我是以当时的材质来讲的话 那时候的土 来看看应该也值得不用价钱 好 来 我们请茨老师呢 帮我们评估一下 这个是顾景中 然后您收藏已经有多少年了 六十几年了 民国六八年了 六十八年 我们来评估一下这一把湖呢 目前市场上的参考价是多少 请尖叫 还不错 大概14 435元 花了3000块 那如果他真的是和田的话 15万到25万 15万到25万 人民币 好 我们来评估一下 这个杨子白玉的一个标准呢 目前市场上的行情价是多少 要请尖叫 真的假的 你看